主位大德同修,大家祈祥阿彌陀佛。 我们这几次课,学习这个地之规信的部分。 这些教诲,对于我们修行,乃至于从事教学工作,都是非常关键,非常重要。 我们提到这个,见仁恶及内性,有则改,无。 我们从事哪个行业,才能服务到他人,利益到他人。 六祖大师说,若真修道人,不见世间过。 那我们假如见过了,我们就不在道中了。 所以有一个同修,可能也是困扰了很久了,他不想见仁恶,他控制不住。 他就向老和尚请教了,我很想改掉这个见仁恶的习惯,一直改不了。 他也很可贵,修学路上实际遇到的境界,他没有憋在心里,他又主动向老和尚来请教。 老和尚说了,你真想改啊,我才跟你讲啊。 所以我们是准备,听完马上照做的心境,来听老和尚这一段教诲。 我们听经不能听成习惯,听归听,做归做,那这样受用就有限了。 我们要听老和尚教诲,有如平得宝的心境,那听了就会很珍惜去用它了。 因为这是法药啊,法药可以致心病,而且可以药造病除,所以学习的态度,心有遗随杂记。 有疑问啊,有不能突破的问题境界的,我们主动啊,跟老和尚请教。 老和尚远及了,老和尚的法身设立常驻。 我们可以在网上,问题的关键字,应该老和尚啊,世间好话,老和尚也说尽了。 六十年,六十二年,讲经说法呢,讲得很圆满。 这个是学习态度,心有遗随杂记。 包含我们听了甚至是教诲啊,领会的对不对啊。 我们也向老师啊,说明一下。 我这样领会对不对,怕误出我了。 那老和尚远及了呢,那我们三五啊,志同道合的法眷属。 我们听了老和尚的领悟啊,讲出来。 大家听一听啊,觉得误的对不对。 不然误偏了也不行啊。 我有遇到一个童修啊,他真的误偏了。 他读《无量寿经》读到《儒贫得宝啊》。 《儒贫得宝》是《儒是比喻啊》。 他读了之后呢,把房子卖掉。 然后要去做一个贫囚的人。 哦,他把《儒贫得宝》啊,解成要贫穷,贫穷是宝啊。 你看他这个误错了,这么一做啊,可能亲戚朋友会觉得,哎哟,学伙还得去当个啤酒。 那可能会吓到人啊。 哦,所以这个有同参道友还是很重要。 依重靠重啊,这个误错了还可以啊,大家互相印证印证。 尤其所误的,这个可能跟修学的方向目标有关的,这个不能误错了。 那同修问啊,老上看他是很愿意学习了,就说了。 哦,从今天开始啊,你看到任何人的故事啊,你就告诉自己啊,是我做的不够好,不能感动他。 哦,老上看就开始有味道了。 哦,我们学佛啊,就是学觉悟,觉而不迷啊,不在境界当中啊迷惑,不在境界当中啊迷惑,不在境界当中啊生烦恼。 哦,不是被烦恼控制住了啊,所以是理智的,不情绪用事。 哦,我们想一想,看到一个人错了,我们跟他起对立了,起情绪了,首先对自己有没有好处? 没好处?火烧功德领。 对他有没有好处?对他也没好处? 哦,所以学佛,学理智了,对自己对别人都没好处的事啊,别干。 念头不要言行,不要粗,这个才是理智了。 哦,不要干这个,不要干这个,对自己对别人没好处,而且是有坏处的事情啊。 哦,所以理智都能调伏情绪啊,调伏感情啊,我们就不生烦恼了。 哦,我们会生烦恼啊,我们的理智还不够。 哦,哦,所以,这个师长这么一教诲了,哇,我们不止了,不起情绪了,我们变成什么?变成动力了。 啊,我做的还不够好,不能感动他,我赶快做好啊,感动他,不然他会堕落。 我们纯是一个为对方好的心呢,这个是我们的真心启用了。 哦,所以老和尚说,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正觉、慈悲,这是我们的真心。 真心是功德啊,望心是轮回业啊,这个一念之间呢,差别很大了。 哦,而且,无量寿经也告诉我们了,先人不善,不是道德,无有余者,书无怪也。 啊,这个犯错的人,可能他父母没有教他,他老一辈没有教他了。 那从这个角度看,没人教他,哎呀,他得了人生,当了中华儿女啊,居然没人帮他跟五千年的智慧接上。 啊,从这个角度看呢,他也挺可怜的了。 哦,所以这个是师长教导我们的。 也其实跟圣人,祖先啊,祖先啊,在经典当中教我们的完全相应。 啊,我们看论语。 啊,尤顺、羽汤啊,这些圣王传了一个心法。 啊,叫万方有罪,罪在正宫。 啊,正宫有罪,无以万方。 啊,他当领导者,我自己的错啊,不要推给百姓、臣子。 那百姓、臣子的错呢,都是我没有教好。 哦,所以圣人的心境啊,常受天下之责备,而没有责备人之心啊。 所以人家不怨他啊。 好,所以老和尚这个法药啊,我们可能马上去做啊。 那这个贱人、饿啊,我们就不会起烦恼了。 好,会更加鞭策自己。 哎,他不笑,我好好做笑,感动他。 他不连结我爱惜公务啊,给他看。 哦,他这个没有尽忠职守啊,我有尽忠职守,给他看。 而且我们进一步想啊,有时候对方的恶啊,有没有可能是因为我们造成的呢? 哦,这个当父母老师的,可以再从这个角度思考。 哦,你看当父母的,现在对孩子的一些行为非常生气啊。 。 可是,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? 有没有我的逆爱? 有没有我的放纵? 在里面呢? 哦,带一个班。 哎,现在学生还没有规矩。 有没有可能是我一开始没有立规矩呢? 哦,所以在格言,在这个知智通见当中啊,有一句话讲。 爱之不以道啊,是所以爱之也。 我们爱护孩子没有依照正确的道理,那反而是害了他。 那比方,现在很多家长很生气啊。 你看那孩子,每天玩手机,气得要死,都不用功。 那手机谁给他录? 那可能是我们做的不同啊,产生后面这个问题了。 哇,现在这个手机问题真的是不小啊。 不要说学生的问题了。 我们自己能不能克服啊? 都还很难讲啊。 其实假如我们没有克服啊。 我们说要把孩子学生教,让他们放下手机。 有没有可能啊? 啊,让他们善用手机啊。 不可能。 生叫者虫啊,言叫者受。 我们真的以身作折了。 善用手机,然后都没有上瘾。 那孩子看了佩服啊,笑法了。 你假如只是言语当中,就赶快会写作业,不要再玩手机了。 那孩子心里想啊,你玩的还比我多了。 你看的还比我多了。 他哪怕没有表达出来。 他心里面也是在那儿,低谷了。 所以我回想啊,成长的过程啊。 我们晚上不看电视了。 因为父母不看啊。 父母在看书,你当小孩子了,不好意思。 父母在那里看书,你坐在那儿大摇大摆, 看电视吃零食,就干不出来了。 好。 所以有可能,对方的错啊,你不要先起情绪。 冷静冷静啊,是不是我前面做的不妥当啊, 才产生后面这个结果。 你看,孩子吃垃圾食品,怎么养成啊。 或者孩子现在笨手笨脚的, 只会考试,不会做事。 你在那儿生气。 那是你只叫他读书啊,没叫他干活啊。 把他照顾得无为不至的。 他都没有生活能力了。 大家想一想啊,一个人连自己都不会照顾啊。 这个人有没有福报啊。 所以啊,我们这个教育啊,理念正确非常重要。 不然你理念错了。 你把孩子给误找啦。 你看,当父母老师的,对一个孩子的学习, 只着重在他的学科,他的考试上。 你说我们能把这个孩子学生带健康吗? 带他的人生能够全面吗? 太多家长咯。 你去读书,考试考好就好了。 其他啥都别做了。 这个跟几千年的教育理念啊,不相符合。 你当老师的人只专注在学科成绩了。 那教的孩子一定方向啊,会有偏啊。 我们看古人,一开始教什么? 黎民集体,撒少停除啊,要内外整洁。 既婚便喜,观所门户,必亲自检典。 都是生活教育啊,一粥一饭,当师来之不易啊。 一开始教育他,要有责任感,要多劳动。 要为家服务,为人服务。 然后呢,要习服,一粥一饭,当师来之不易啊。 他不习服,他就责服了。 他没责任感,不主动服务人,他就没福报了。 哦,所以小孩教育,先教生活教育啊, 傻少应对进退。 现在这个都不教了,生活教育不教了。 哪怕是学传统文化,他很会背诵经文, 结果没有教生活教育,没有教怎么服务他人。 老阿上说啊,会教出两个结果。 第一,书呆子。 所以我们有时候在教学的时候,你怎么书呆子啊。 有时候你骂他啊,是我们教学有问题啊。 我们是不是启发他悟性的教育。 你没有生活教育就没有行嘛。 他就被你死不住了。 哦,那,这个变书呆子就很可怜啊。 哦,所以这个传统文化,这二十来年啊。 我们当父母老师的,得总结总结啊。 没有总结清楚问题在哪儿,后面还会继续出现啊。 前世不旺,后世之诗。 我们冷静看看,我们的孩子跟学生的悟性搞不搞。 开发悟性啊,我们从老阿上的教诲,从经典的教诲啊。 要从孝照下说。 你说一个人懂孝照了,他一定会照顾父母啊。 他就在修福啦。 自性的智慧,得能,怎么开发的? 地藏菩萨表的法。 所以我们不教孝照啊,我们不是办教育啦。 这是很严肃的问题啦。 再讲的严重一点,我们可能会误人子弟啦。 人家本来可以很有悟性的,被我们教的呆呆的啦。 我们都是一直灌出,灌到最后雾门就堵住了。 哀而福达啊。 哀是启发的。 福达就是你不要讲什么都讲完了, 都没有留一个空间让他去领悟,去感悟。 哀而福达啊,哀是鼓励,意是否定。 啊,我们现在父母老师情绪控制不住了。 那个否定孩子的言语会伤了他的内心啊。 我好像从来没感觉从父母、爷爷奶奶、长辈的言语当中啊, 有刺伤的感觉啊,从来没有过啊。 都感觉到爱啊,哪怕父亲再训斥我了。 我都能感觉到,那不是情绪发现,那是爱父母。 倒而福迁,引导,不是强势硬拉他,往东走,往西走。 要寻寻,要寻寻善诱,要柔软。 我们用的方法不对了,最后还怪孩子,怪学生, 不妥当啦,要教孝道啊。 要从改习气下手啊,烦恼清智慧才会长。 那要从改习气下手,那我们当父母当老师的要改给他们看啊。 我们只是听经都没有去改习气,那带出来的人也只是会听经, 但是不愿意改习气了。那习气都没改掉,这个悟性就出不来了。 刚刚我们提到生活教育啊,一个人懂得处处服务人呢,他有福报。 大家有没有观察,特别愿意帮老师的学生呢? 脑子很灵活,他很喜欢福人,福至心灵。 他的心啊,敏锐了,有悟性了。 所以老上讲经的时候说,善根从哪里修啊? 从福德来修。 就是重视啊,服务他人,生活教育。 所以这个带着孩子学传统文化,也要让孩子多劳动啊,服务他人。 不是史读书啊,这个悟性才出得来。 有福报了,心就灵了。 这个都反思我们教的对不对。 当然,这个不能用偏调。 比方说,要修福了,才会有悟性啊。 所以,这个十几岁年轻人到你的单位来,通通干活,干活才有福报。 经也不用听了,什么都不用听,就干活。 你们哪有那么大福报,先干活。 这个传递的就是要求。 传递的不是成就对方。 我们用妄心,只会调动对方的妄想。 我们用真心,才会唤醒他们的真心。 这是相互交感的。 所以我们教学,说实在的,也不是很复杂。 其实很简单。 任何时候,顾好我们自己的心,不起情绪,用真心。 这是关键的。 昨天看了一个笑话,当然跟不起情绪有关。 有一台公车。 有一个乘客,他就坐在最后排正中央。 不知道大家还没有坐过这个位置。 结果开啊开啊,这个司机突然紧急刹车。 这一位乘客啊,连滚带爬。 冲到了这个投币处了。 那刹车的力量太大了,一下子冲到最前面去了。 鼻子差点没有撞掉了。 哇,大家感受一下,全车的气氛啊。 你看所有的乘客看到这一幕了。 结果啊,这个乘客呢,摸摸摸鼻子。 然后啊,居然呢,举了一躬。 说了,对不起。 司机先生,你找我有事吗? 你看,这个一讲完,整个车上的人都笑了。 大家看一看,这个司机接下来会怎么反应啊? 这个司机铁钉说,哎呀,太对不起了,太对不起了,是吧? 但是假如这个乘客啊,他没有控制住情绪了。 他铁钉会骂人啊,这个司机本来是有点不好意思啊。 这个乘客一骂人啊,他可能火也上来了,是吧? 你说你几岁小孩了,都不会做好啊,就骂起来了。 哇,你看一个人在那样的情况,差点鼻子就撞了。 那样的情况,他还不起情绪,还能幽默一下。 哇,有这个功夫啊,不被静转了。 所以人能控制情绪,不被静转了。 就能转静了。 魔法很好用的啊。 若能转悟,则同如来啊。 这句话跟我们有没有关呢? 什么时候要用这句话? 学生遇到任何情况啊,我们首先不被这件事转啊。 我们就用真心再处理了,就感动所有的人。 假如孩子犯了很大的错误了。 你看班上所有的同学都在那里,摒弃凝神啊。 看老师会怎么处理啊。 突然老师还心灵气和的。 所有的孩子印象深刻了。 本来想老师要骂人的了,居然没有。 所以这些大臣经教啊,这些话啊, 没有离开我们的生活啊,就在当下用。 就像我们现在在探讨。 很可能原因啊,对方的错误是,原因是我们造成的啊。 万法因缘所生。 他这一句话啊,就包含一切境缘啊。 万法就是一切都在里面啊。 不管人是物啊。 控制情绪啊,可以算了。 我们的学生呢,一定要赶快具备的能力啊。 这真的是刻不容缓啊。 我自己啊,也是智慧不足。 在我第一年做班主任啊, 在六年级的学生。 我就有看到一个同学啊, 她的手臂女同学啊, 都是美工刀割的刀痕。 我那时候一看只是心痛啊, 一直劝她不要这么做。 我没有思考,为什么她会做这个动作。 假如现在来讲啊,我们一定会去思考这个问题的。 那时候毕竟智慧很浅。 只是在向上一直在苦口婆心, 劝她不要伤害自己的身体。 但是大家想一想啊, 谁想伤害自己的身体。 她一定是心里已经处于啊, 不是很不平衡的状态了嘛。 不然谁会去伤害身体。 她太苦闷到啊, 以这样的方式来转移她的苦闷啊。 所以, 现在小学生、中学生啊, 忧郁的不少啊。 那天听到啊, 一属中学啊, 四百多人啊。 有辅导老师呢, 跟每一个学生都聊过。 三分之二的学生心里有问题。 你说这不是我们家长, 老师应该重视的事情了嘛。 我们现在啊, 不能太出心大意啊。 我感觉我们都不愿意出心大意。 可是我们不知不觉啊, 出心大意了。 因为我们的生活啊, 太紧凑了。 大家感受感受啊。 你看, 你吃饭也敢, 坐车也敢。 请问我们处在这样的状态。 你能感知到身边人的状况吗? 比较不容易啊。 比较不容易啊。 以前是农业时代啊, 生活步调比较慢。 而且人都跟大自然相处。 所以那种感知力啊, 比较敏锐。 乡下的人啊, 有人情味。 他可能看到你什么需要啊。 他隔天就拿路啊。 都挤满了人啊, 三千人啊。 老人家是坐前面。 我们还有年轻人啊, 来侍奉老人。 那刚好那一次啊, 我有上台分享课程。 结果隔天啊, 收到啊, 几盆鸡蛋。 盆哦, 不是一个两个哦。 为什么呢? 这个乡名说啊, 哎呀, 这个蔡老师怎么这么瘦啊, 来到我们汤匙啊, 给他补一补啊。 哇, 你看, 他在看你一面啊, 他心很细啊, 就隔天送那么多鸡蛋来了。 我们现在这种工业化、都市化, 人心比较麻木了。 所以我们不能被工业化所转哦, 不能被紧凑的生活给转掉啦。 我们还是要保持柔软, 很敏锐的心啊。 哦, 大家, 你会体会哦, 现在的人啊, 要遇到什么情况啊, 他才会静下来思考。 往往都是啊, 发生的那些事, 冲击力非常大。 他才停下, 匆忙的脚步。 我觉得我们现在活成这个样子啊, 挺无奈的, 挺不值得的。 为什么? 我们比以前的人忙多啦, 花的时间精力, 没有输给以前的人呢, 怎么问题越来越多。 努力有结果啊, 不一定有好结果啊, 因为我们努力啊, 都到枝末上面去了。 你看我们教育孩子, 跑到枝末了, 分输, 知识, 没有从孝道啦, 没有从得这个本啦。 那最后的结果, 舍本如墨, 怎么会好呢? 哦, 你看我们发展事业, 我们着在相啊, 啊, 我们把时间, 花在八节上司啦, 惨媚领导啦, 累得要死啊, 最后呢, 没有福报。 哦, 所以我认识一个, 演员啊, 他好几年的岁月啊, 到北京, 都在找婚姓, 啊, 一天可能要吃三, 三摊啦, 从晚餐, 一直吃到, 凌晨, 最后呢, 自己去吃完早餐了, 回家睡觉。 不是一天两天哦, 搞到呢, 也没有发展, 眼睛清光眼, 有瞎眼的危险。 哇, 你看人啊, 都忙到事项上面去了, 好累啊, 好无奈啊, 最后, 也是没有福报。 哎, 后来, 他清光眼了, 到了底谷了, 他还挺有, 说, 因缘的就是, 他女朋友啊, 他说, 我可能会瞎了眼啊, 我们分手吧, 哎, 他女朋友非常有情意啊, 说, 你瞎了, 我还是嫁给你, 也给了他动力啊, 后来他, 在谷底了, 他才开始, 看人家送给他老和尚的书, 我刚刚跟大家说的, 我们现在人的生活节奏啊, 一定要, 一般, 是一定遇到了什么, 身体出大状况了, 他才突然停下忙碌的脚步, 或者孩子已经没法管教了, 这个震荡力够大了, 他才开始重视, 但是啊, 这个时候要去解决问题啊, 就不太容易了, 那都已经啊, 冰冻三尺, 非一日之海, 包含自己身体出问题了, 一个人得癌症啊, 那个是几年积累了呢, 假如我们够敏锐, 知道吃要怎么吃, 知道睡要怎么睡, 怎么可能会有这个结果呢, 包含甚至于另一半, 我要跟你离婚啊, 哎呀, 晴天霹雳, 我很努力啊, 你为什么提出这样的要求呢? 啊, 所以我们呢, 这个年代的人呢, 为谁辛苦, 为谁忙啊, 我们再冷静想想啊, 我们老师再辛苦啊, 我们有这种热忱, 可是假如辛苦的结果啊, 我们的学生也没有比较幸福, 那我们到底在忙啥呢? 那我们到底在忙啥呢? 成德那时候教学, 看着一年不如一年啊, 哇, 这个就摆在我面前了, 我是选择麻木呢? 还是选择思考, 我们现在啊, 要静下心来啊, 去感受感受啊, 我们身边最轻的人笑不笑得出来啊? 哇, 我去年啊, 也常常跟大家谈到这个忧郁症啊, 而且那个姻缘还是, 杨医师, 他女儿, 有情况啊, 哇, 他全然的父爱啊, 母爱啊, 他太太也是啊, 很快就调整好了, 他很可贵啊, 哎, 这叫随士菩提心啊, 他自己体验到了, 可能很多家庭会有这个情况啊, 做了一次啊, 专题, 他把找的资料分享出来了, 我们就在这个因缘当中啊, 讨论, 我们小学的时候啊, 我们的脸上都是什么表情啊? 你看, 要回外婆家了, 高兴得不得了, 常常都是笑脸啊, 我感觉现在的小学生不是这样啊, 有时候沉思的时候, 脸上都很忧愁啊, 我假如是他的长辈啊, 我绝对会很主动的赶快跟他互通啊, 那种表情啊, 不应该在他那种年龄出现的啊, 所以当父母, 当老师的心要, 要敏锐了, 要柔软了, 其实很可能啊, 我们自己的心也很累了, 累的时候要提起这种, 去关心啊, 也不容易啊, 所以啊, 现在当老师的是, 最需要被关爱的一群人啊, 我记得很多年前啊, 就有听到同道说了, 忧郁情况呢, 学校老师啊, 算是比例比较高的, 因为我教过书啊, 这个我觉得不意外, 因为你带了几十个孩子呢, 他安全你有责任的, 你还得要, 知识要交给他, 你还要教育他, 做人做事, 还有突发事件, 你都要去处理, 包含现在家长, 他也不一定学这些做人做事啊, 一有情况了, 你还要跟家长沟通, 哇, 那这个, 对老师啊, 这个工作啊, 都有一定的, 身体心理的, 这个工作量啊, 今天呢, 有一位林老师也是啊, 寄了资料给我了, 因为, 连续报道啊, 学校老师啊, 哎呀, 有二十三岁啊, 寻短啊, 有三十六岁啊, 哎呀, 我们看着真是太心痛了, 所以我们, 是老教师啊, 我们关怀关怀啊, 年轻的教师, 我们可能在, 教学的过程呢, 也, 面临过一些瓶颈啊, 哎, 可能那时候是, 哎, 这校长挺好啊, 哎呀, 教务主任挺好啊, 哎, 适时的跟我们交流了, 传授一些宝贵的经验啊, 包含我们, 学校里面的主管啊, 领导者啊, 老师, 有很平稳的, 这种, 心理述词啊, 他才能够去把教学教好啊, 所以我们不能不关注, 老师的心理健康啊, 所以, 我们处在这个时代啊, 真的, 都不容易啊, 我们, 夫妻也好, 家人也好, 同事也好, 朋友也好, 互相体谅啊, 这个太卦呢, 叫地天卦, 体卦, 叫天地卦, 天地没有交通啊, 都站在自己的角度而已啦, 哇, 你看一个家庭里面啊, 都不沟通啊, 冷战啊, 哇, 那个对人心理的压力很大, 地天啊, 就换位思考了, 互相理解了, 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压力大? 我们要分析出原因啊, 我们才能把事情解决掉啊, 有些是什么呢? 我们容易啊, 自己给自己压力, 这一点自己要洞察到我, 你比方说, 我们一跟人家比啦, 我们就形成自己的压力啦, 其实没有人拿我们去跟别人比, 我们自己在那里比啦, 你不找出原因来, 你怎么把这个压力, 要以这个烦恼化解掉? 那我见到一个年轻人, 他接了主管的位置啦, 他觉得压力很大, 为什么呢? 他说我部门的人, 他们学的比我久啊, 就我还得做领导, 所以我压力很大啊, 我说你就多听取他们的意见不就好了吗? 你干嘛自找压力咧? 他们都比我学的久啊, 学的久好啊, 你多听取他们的意见不就好了吗? 你看,本来没事的都想出事来了, 我说人家康熙皇帝八岁就登基了, 那他不就忧郁症了吗? 哎呀,我才八岁啊, 他们很厉害啊, 他们不就忧郁症了? 我感觉我们首先爱自己, 你才有能量去爱别人啊, 古人留了一句话, 不要自讨苦吃啊, 不要自寻烦恼啊, 不要自寻烦恼啊, 有没有道理啊? 不要自觉坟墓啊, 自己挖一个洞自己跳进去了, 再来我们对别人啊, 不要爱你没商量, 我感觉现在得忧郁症的人啊, 不一定是被欺负的人, 有的时候是那个爱啊, 太沉重了, 压得又没有及时沟通, 好, 我们的心要柔软啊, 要能体会到对方的心啊, 教育你体会不到学生的心啊, 你教他就不弃机啦, 我们都听老阿上说, 讲学要弃理弃机, 这句话我们很早就听了, 我们有没有努力如何契机啊? 那要契机你要知其心啊, 所以为什么孔子在回答? 弟子问校问人, 每个人都不一样的答案, 他知道这个学生的家庭状况啊, 他的心境啊, 契机回答他吗? 我听过一个孩子跟他母亲的对话, 你看他母亲学传统话, 然后后来听了一些课程, 他就跟孩子说, 孩子啊,你看我最近不打你了吧? 孩子怎么说呢? 孩子说啊, 言语没有棍, 言语打人比棍子还痛, 哎呦, 哎呦, 哎, 棍子打是皮痛啊, 言语呢? 不心痛哎, 哎, 我们那个言语有没有, 顾及学生的至尊啊, 孩子的至尊啊, 哎, 我们在讲话的时候, 有没有在感受一下, 我这句话下去, 对他会怎样? 我们有没有曾经遇到, 朋友跟你说, 哎呀, 你三年前那一句话呢, 我三个月才缓不来啊, 大家有没有, 啊, 这些事我都不记得了, 我最近也听到, 有同仁跟我说, 法师啊, 你看, 几个月前, 你跟我讲了哪句话? 哦,我现在听到这个, 我都竖起来, 哎, 哦, 讲完之后啊, 我看到你都害怕, 呵呵呵, 哦, 你看, 心出眼欲啊, 都没感觉到, 这句话对人家的伤害啊, 出言要顺人心啊, 伤了人自己都不知道了, 哦, 后来他很有善根哦, 说后来我听你讲课啊, 说不要有过去烦恼, 过去心不可能, 过去了不要留在心中, 我就好多了, 哇, 非常佩服他在哪里, 我吓了他了, 他居然还肯听我讲课, 而且还能听进去, 他的休养不简单, 他修养超过我了, 哦, 所以我们不能住相啊, 住老实相啊, 有时候这年轻人的善根都超过我很多, 哦, 所以金刚经说, 应无所住, 哦, 不能住相啊, 但是这个不住相真不容易啊, 当父母就住父母相啊, 我是你爸呢, 我是你妈呢, 讲这种话哦, 不只威信不能提高, 还会下降, 这个叫强迫人家要尊重自尽, 这个没有道法自然啊, 我们刚刚说的, 我们用妄心, 怎么会提起对方的真心呢? 我们提起要求的时候, 怎么会让对方感动呢? 哦, 所以啊, 言语的伤害啊, 可能比棍子还厉害啊, 后来呢, 这个妈妈又很努力了, 努力努力, 少骂人了, 又跟儿子说话, 你看, 妈最近, 少, 比较少骂人了吧, 哦, 她儿子说什么, 她儿子说啊, 这个, 意思就是说, 志向打人啊, 比棍子跟言语还痛, 哎呀, 我觉得现在啊, 不执着啊, 太难了, 以字内的执着分数, 传统文化的执着读经, 你说读经就好了, 以读经为标准, 生活教育忽略了, 又是值, 会交出书呆子哦, 会交出第二种情况啊, 没有生活教育啊, 对不起, 我这一圈绕着有点大啊, 回来了, 会交出啊, 会交出啊, 狂会的人, 因为她经读了很多啊, 瞧不起, 父母老师了, 狂啊, 哎呀, 我真的见过啊, 哇, 那个随手, 就可以写一首诗了, 哦, 学问真好啊, 你到她的房间, 一塌糊涂, 哦, 人家在那里学理啊, 他不屑一顾, 还会讽刺人家, 真狂啊, 这个学理, 道德仁义, 非理不成啊, 怎么可以讽刺人家学理啊, 哎呀, 老老上这些话, 我们不能等闲四肢啊, 你不重视起来啊, 你花了十几年, 二十几年, 你在那里教学啊, 最后你把学生给交错误了啊, 哎呀, 所以现在想想啊, 老老上说啊, 学佛啊, 是让我们放下贪, 放下习气, 不是换对象去贪啊, 变成贪法啦, 变成贪功德啦, 变成贪明啦, 那不是还是换贪不换药啦, 所以老老上讲这些都是修行的正知正见啊, 佛法种实质哦, 实质是放下哦, 不是换对象哦, 不是种行事哦, 所以佛法最重要的, 让我们放下分别执着, 老老上说起心动念啊, 这个不容易, 我们知道极乐世界啊, 但得见迷途啊, 何愁不开悟?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策略啊,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策略啊, 因为我们呢, 时间精力啊, 有限啊, 老老上说, 四红事愿, 我们先做前两愿, 众生无边事愿度, 烦恼无境事愿段, 先调伏息气, 得清净心, 我们往生有把握, 心净佛土净, 你现在学很多佛法啊, 结果不能贯通啊, 还得轮回去了, 我们钻五经一论, 尤其现在有黄念族老居士的科著, 大经节, 老老上的科著, 那个注节啊, 不止寒色五经的重点啊, 还寒色大成经的重点, 哇, 你这一部注节深入下去, 一精通, 一切精通, 而且越深入啊, 你这个往生的性愿性就越坚定了, 念佛重要啊, 我们现在的根性啊, 成都以自身来讲啊, 我好好念佛啊, 根本我自己扶不住烦恼啊, 扶不住烦恼啊, 我只有每天照轮回业的份啊, 所以啊, 就要念自己了, 再忙不能忘了多念佛, 这样我的心才能够安定, 才能平稳啊, 事情已经处理不完了, 假如我又带着情绪了, 那很多事情不是越处理越麻烦了吗? 不能因为忙啊, 忽略了对身边人的关心啊, 就常常提醒自己啊, 不要因为忙变成借口啊, 该干的事啊, 还是要去干啊, 就对治自己找借口的习惯, 八万四千法门啊, 都是对治喜气啊, 对治烦恼啊, 那法门无量寺院学, 佛造无上寺院成, 我们知道极乐世界在办, 这个策略啊, 稳超圣倦, 那老和尚讲经的时候最常讲的, 会修行啊, 六根接触六成, 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, 这叫会修行, 我们不能那个会修行就是, 哇,每天念几万就要会修行, 每天拜多少佛就要会修行, 那是手段, 那不是功夫, 功夫是放下, 放下分别, 放下执着, 我们的爱身放弹了, 好恶放弹了, 美丑放弹了, 好坏放弹了, 这个是功夫了, 所以刚刚跟大家说了, 我们不能学了传统文化, 学了佛了, 我们还在执着读经, 不是读经不对哦, 你只以这个为参考值了, 你就执着了, 你忽略其他的重点啊, 没有一个主持大者说, 学传统化就是读经最重要, 你不立行但学文, 涨浮华了, 而且都是傻少应对进退为先啊, 所以教孩子的养正宜归是理论哦, 这是传了几千年的理论哦, 不能自己自作主张啊, 会误了一代人哦, 这不是开玩笑的啊, 不能因为你名气大了, 我说的算, 我觉得我看的对, 这造的业可不小啊, 这不是开玩笑的, 离经一致便是魔说啊, 这个慢性是很容易起来的啊, 我们可不能做了传统文化的领导啊, 反而这个慢性一起啊, 不能接受别人劝啊, 就麻烦啊, 下一句很重要了, 闻过怒, 闻欲乐, 损有来亦有去的, 人那个慢性称恨起来了, 真的都感知不到问题了, 你脾气大的人, 团体一定流动率很高的, 都视而不见了, 都没有静下轻来去反思, 问题在哪儿了, 传统文化的家长啊, 千万不要执着, 执着什么? 执着儿女做圣贤人, 我觉得应该是先求自己做圣贤人重要了, 而不是, 所以刚刚那个孩子说了, 自向打人, 比言语, 比棍子还痛, 每天在那里, 哎呀, 你要像老马斯一样啊, 你要像, 我看你们笑了, 你们有被这样压过吗? 还是你们有这样去压别人啊? 所以我们现在不要干爱你没商量的事情, 你要看看你在引导孩子学传统话, 他的笑容是不是越来越多了? 还是被你期望要求到越来越笑不出来了? 现在是理解万岁的年代了, 为什么现在忧郁的那么多, 都没有被适时的理解, 体谅, 所以那个负面情绪就一直没有办法出发了。 同志们,革命尚未成功啊, 是吧, 孙中山先生抛头颅撒乐血啊, 是吧, 希望的就是人民真正过上快乐的日子啊, 你看我们现在搞到21世纪最大的挑战, 忧郁症, 19世纪心脏病, 20世纪癌症, 搞到现在21世纪忧郁症, 忧郁症心病要心要医啊, 心要只有经典哦, 这位同志们啊, 革命尚未成功, 未重开法杖啊, 现在十万火急啊, 可能很多亲戚朋友啊, 他的心理承受压力啊, 已经快到最后一根稻草了, 我们得要, 柔软的去体恤到啦, 紧急的去化解啊, 我们刚刚提到了第一线老师啊, 工作压力还是比较大, 我们形成这个学校领导, 关心爱护, 这些老师们, 同事之间呢, 互相关系, 甚至于你是家长, 是吧, 对于老师的付出, 及时的肯定, 这个都会给他的心里啊, 流入一股暖流, 哎呦, 我们现在要敏锐啊, 我们的一言一行啊, 给人家正能量啊, 现在心里负能量, 已经太多了, 不忍心啊, 又因为我们去给予对方负能量。 好, 所以刚刚跟大家谈到, 有可能啊, 对方的错, 我们有责任, 我们教育方法不对了, 照顾过头了, 没有生活教育。 再来还有可能, 这当父母的人, 有些地方, 对孩子要求很严, 有些地方啊, 又特别放纵他, 那这个孩子后来也会出问题啊, 或者父母忙于工作, 造成内心呢, 有点, 会就, 就用物质啊, 去满足小孩, 到头来, 到头来这个孩子会出问题啊, 当然, 古人留了一句话给我们啊, 亡羊补牢, 我游未完以。 你只要有看到问题点, 从此刻开始啊, 用真心, 这个问题慢慢就改善了, 一定可以改了。 你看, 你看, 我们现在这些心理问题, 谁愿意痛苦? 谁愿意, 这个五轮关系不和谐? 没人愿意, 都希望越来越和谐。 谁真正用对心呢, 讲对话, 做对事呢, 这个良性循环呢, 就从那个人开始转动了。 转法轮啊, 转每一个人的正思维啊, 正念提起来的, 正能量提起来的。 而且古人已经告诉我们了, 这个群补制药里面都强调了, 养富贵的孩子是比贫穷人更难的, 富就很容易受辞, 贵他地位高了, 他很容易骄傲。 假如我们不在这些地方慎重, 他很难不长这些习气的。 所以孩子学生的错啊, 我们首先也要反思啊, 我们有没有责任啊。 好, 那上一次跟大家提到的, 唯德学, 唯才艺, 不如人当智利。 尤其我们从事教学啊, 你看老和尚, 他还去研究量子力学啊, 因为他官机啊, 现在的人都学科学啊, 你从科学的角度一讲, 他就容易接受啊。 要学那个量子力学, 也要花时间啊, 拜众辛苦啊, 去学这些东西啊, 都是带动我们啊。 哇,黄念老, 讲的静修节奥报文坛, 很精辟啊, 尤其是讲静修节奥啊, 这对现代人重要的法宝啊, 现在人太忙啊。 静修节奥做一次, 二十分钟可以啦, 五经一论, 甚至大臣宗派的重点都在里面啊, 哇,那真的是醍醐灌顶啊, 每一段经文短短的, 你随文入关啊, 那真的是醍醐灌顶啊, 黄老佑跟随夏老一辈子, 开解得非常精辟, 老后让持续听了好一段时间啊, 吴京基放在身边的表演给我们看的啊, 出国去啊, 这个是, 这个我们院长生命法师亲眼看到的, 出国啊, 这个路上啊, 十几个小时啊, 一二十个小时, 那飞欧洲那很远啊, 等飞机, 飞过去了, 在那里, 还行李啊, 什么的, 这整个过程, 老人家听啊听啊, 哎呦,我听几遍了, 都不浪费时间了, 一生自己啊, 我们想想, 现在学生, 家庭因素, 成长因素, 我们希望孩子的人格, 心理素质健康啊, 我们也得花一些时间, 提升我们心地功夫啊, 提升我们的这种色受力啊, 慈悲力, 色受力啊, 而且我们要色受学生啊, 我们忍辱功夫要过啊, 不能起情绪啊, 刚刚那个故事不能白听啊, 那个公车的故事啊, 你看, 我听完说, 这个人功夫不简单啊, 遇到这种状况都没有动情绪, 还能提起幽默, 好, 我们想利益现在的学生啊, 我们该充实提升的还不少啊, 那若衣服若饮食啊, 不如人勿生妻啊, 就是不要忘啊, 这种虚荣啊, 物质的生活去追求, 其实那样的人生啊, 只会让自己越来越空虚而已啊, 你跟人家比吃啊, 比穿啊, 比住啊, 那是攀比啊, 攀比的心安定吗? 自在吗? 自在吗? 比的时候还要, 砸走脸充胖子啊, 然后回到家呢, 夜蓝人静啊, 心都是空虚的, 我们人啊, 真的要对自己啊, 更敏锐啊, 到底要走怎样的人生呢? 那下一段, 闻过怒, 闻欲乐, 闻欲乐, 瞬有来, 亦有缺。 人非圣贤啊, 熟能无故, 包含我们自己, 我们还没有入圣贤, 我们可能也会有故啊, 我们用什么态度啊, 来面对过失, 因为老阿上说了, 修行就两件事, 知过改过, 哦, 而且, 雅凡事迅说啊, 一日不知非, 则一日安于至世, 一日无过可改, 则一日无不可静, 诶, 这两句话我们听清楚了, 我今天不知道过失在哪, 我今天空过了, 我今天阴寻果且了, 天下聪明俊秀不少啊, 所以得不佳修, 夜不佳广者, 只会阴寻恶至, 单搁一身。 哇, 那每天知过啊, 比什么都重要了, 但是我当局者迷啊, 旁观者清啊, 我们真的思考清楚了, 别人给我们提意见啊, 我们会怎么样? 我今天没有空过了, 你不只不会不高兴啊, 你会感谢对方啊, 所以啊, 我们得敏锐感受自己的心啊, 闻过怒, 为什么他提醒我, 我会生气啊? 我不明理啦, 我为什么不明理, 不理智呢? 我被我的面子害了, 因为那个面子啊, 人家一提啊, 会产生情绪啊, 别人一看我们, 脸色变了, 不敢提醒我们啊, 其实啊, 处在领导的位置啊, 越高, 因果越重啊, 哎呦, 这个身性因果啊, 真的要重视啊, 你的决策不对了, 你修学的方向带错了, 物人子弟啊, 这个因果不是开玩笑的啊, 所以你当一个领导者, 应该是很欢喜组织的人, 来提意见, 第一, 他提对了, 你不用背这些错误的因果咧, 感谢他来不及啦, 第二, 他提的对, 但跟你看的角度不同, 你不就借这一件事情, 看似更周详了吗? 好事啊, 怎么可以把好事搞成, 这个, 让人家都不愿意给劝我们了呢, 那我们不是太不理智了, 第三, 他提错了, 你刚好是教他的机会啊, 他多好, 我们就被一个情绪上来啊, 自己就做不了主了, 我们要学唐太宗啊, 人, 人, 人家是求见啊, 而且人家说错了呢, 他还不当场, 驳断斥对方, 他说我这么一驳斥他, 下次他劝我有压力了, 人家心那么柔软, 让劝的人不要有压力, 假如说我们今天当领导, 现在有时候我们又当领导, 又当老师啊, 把握啊, 双重的身份啊, 人家要劝你都是战战兢兢的啊, 这个时候我们又摆出一个态度, 组织的人劝我们, 我们摆出的态度是, 我学的时间比你长, 我发心比你大, 我的经教学的比你深, 我做事的经验要比你丰富, 那一个领导者这么讲就是什么, 意思就是什么, 肯定我是对的, 你是错的, 哎呀, 关心为要啊, 一个学道之人, 起了个念头, 我学的时间比你久, 这个念头就很危险啊, 慢心起来啦, 因无所助啊, 我们用的才是真心啊, 起这个念头, 已经偏了啊, 佛陀提醒我们啊, 不清厚学啊, 这都是佛的法佑啊, 一个真正经教深入的人, 他不会觉得自己学的比人家深啊, 他会觉得, 越来越觉得自己很多故事啊, 小人不知道自己有故啊, 君子不知道自己有德啊, 一个君子说, 嗯, 我的德行不错, 不是君子啦, 他那个心念就已经跟君子不相应了, 好, 所以啊, 人啊, 不能着相啊, 不能都看表面啊, 今天你团体的人给你提意见, 你着在表相上, 你说, 嗯, 不尊重我, 对我不够恭敬, 他是为你好, 他是为团体好, 你就被自己的这种拙向感受啊, 障碍住了那么多, 真正为团体好的人, 这真心的建言啊, 就被我们给挡掉了, 这样的情况啊, 组织一定流动率会很高的啊, 啊, 群书之要讲, 康五以恶恶而仓, 节奏以惟惟而亡啊, 我们学传统话不能以历史, 不能不以历史为借鉴啊, 一个团体, 每一个人都敢讲真话, 商汤, 武王, 这个朝廷就兴盛起来, 这个朝代就, 啊, 变成盛世了, 下节, 商仇, 每一个人都不敢讲话了, 不然就被他贴标签了, 被他排斥了, 甚至严重了, 下节被下节杀了, 好, 兴衰啊, 都是有征兆的啊, 我们要敏锐啊, 一个人能不能往生呢, 有征兆的啊, 一个人修学是处于良性循环, 不断提升, 是有征兆的啊, 一个人学得不得力了, 慢慢业障要现前了, 那都有征兆的啊, 这个我们得要会观察自己, 观察学生啊, 要善根发动, 尽防业力发动啊, 中庸说的, 国家将兴, 必有真详, 你把这句话再延伸开来, 一个人, 一个家庭, 一个团体, 他要兴衰啊, 都有征兆的啊, 我们不能心再太粗啦, 怎么观察啊, 了凡视讯里面有交往, 因为时间到了, 我们下一次再跟大家交流, 好, 谢谢大家, 阿弥陀佛。